40岁李小璐分享护颈心得,素颜出镜状态年轻,身后堆满护肤品项仓库。 李小璐自称从生下甜心后就开始保养自己的颈部,真是防患于未然啊,所以不能光看到女明星的表面,还要看到她为了美丽付出了多少时间,金钱和努力。 李小璐全程都是素颜出镜,肤色没有化妆后那么亮白,乍一看甚至有些偏黄,也能看到黑眼圈,但是肌肤非常干净光滑,不见任何皱纹非常紧致,并没有脸颊下垂的迹象,双眼也依然有光。 然而相比于这些,更吸睛的是李小璐的背后的护肤品,这边架子每一层都被装满,另一边墙角处也是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护肤品,有的甚至同样的产品堆积了好几瓶,简直像个仓库,确定不会用过期吗? 可见李小璐虽然已经没有机会在娱乐圈捞金,但是她的生活品质并没有丝毫的下降,女人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的,尤其是李小璐还要寻找自己的婚姻第二春呢。